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 从今年七月份开始 LKG就火了一阵 当时就有人感叹 材料就是超导研究要火了 这个人工智能要沉下去了 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 Chat GPT以及OpenAI这个大火 是这个生政市的AI这个研究 成了这个人们最主要关心的这个热点 那LKG当时出来之后呢 有人就画漫画 说人工智能沉到了海底 LKG飞向了天 现在看起来呢又变回来了 现在呢AI又一飞冲天了 就是谷歌呀 它的DeepMind的公司 推出了一个AI的工具 就是材料研究工具 叫Genome 大家知道在2016年 DeepMind就是谷歌的人工智能公司 就推出了AlphaGo 这个下危机程序 当时呢就战胜了李世时 可以说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 划时代的进步 围棋啊 这个确实很具有挑战性的这个智力游戏呢 当时认为至少有十年 人工智能可能才能战胜人类的高手 但是呢AlphaGo 它的诞生呢就加速了这个进程 这当时啊就标志着积极学习和深度的神经网络呀 在复杂的这种策略游戏上取得了重大进步 那现在呢 常号啊 期望他们都是拿人工智能来练新的招式了 人工智能已经变成了围棋高手们 哎 进步的一个主要工具了 那围棋呀 只是刚刚开始 后来呢 DeepMind的他们啊 又联合了这个生物啊 这个蛋白质研究的人员发表了AlphaFold 实现了对高精度蛋白质的结构预测 后来呢 又几乎说 可以说彻底的就把这个行业给挖到底啊 把生物学信息领域的这些难题啊 几乎全给搞完了 这个蛋白质结构预测 而它的精度呢 是大大超过过去啊 你手工设计的软件啊 或者自己合成啊 甚至都改变了中国院士 这个甄选的这个方向 哈哈 大家都知道的 那今年的DeepMind呢 再次给我们带来了喜讯和惊喜 他们发表了新系统的Genome 可以高效的预测材料的结构和稳定性 之前呢 主要是依赖于昂贵的实验实错 是吧 从LK99大家能看到啊 啊 崔东直啊 崔教授和他的两个爱徒啊 这个悲情故事 我们之前也讲过 号称花了20年 研究出LK99这么个东西来啊 当然还不确定他是不是超早 但是在这过程中 他们烧了上千炉的这个材料 大家知道这里边有千啊 我都怀疑金志勋和李时培 他们会不会雪芊超标 是吧 我们这个国内的浮现群里边 已经有朋友发现雪芊高了 所以现在呢 这个Genome就找到了 220万种新的晶体稳定结构 是过去已经数量的十倍之多 这个发现啊 人工智能的可以说彻底改写了 材料研究的这个套路啊 这是在Nature上的这篇文章的 发表 就Scaling Deep Learning for Material Discovery 大规模的深度学习 这个这个材料的发现啊 那么在这个论文里边啊 其实并不长啊 论文并不长 但是呢 论文的这个 这个图片呢 很有意思 这是他们发现的几种经理的这个图片 那么在这个机器发现之前啊 并没有告诉的世界上有的东西 这是机器独立发现的 实际上在这之前呢 人已经发现了 他们就为了验证这个东西 结果发现 验证一样的 其中有一种还是超导材料 我还查过这个论文啊 所以 在这个刚才说的220万种 新的稳定的晶体中啊 有38万是最稳定的 可以用来开发新技术 大家想想 这个烧炉子的合成的 是不是大量的这个工作呀 都可以省掉了 也意味着很多人的工作方向 甚至工作都要变了 其中呢 在多元组分材料啊 就四种以上元素的发现效率 是大大提高 这在之前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解决是什么呢 是吧 千同林一样 正好四种 那现在呢 Denome Denome 就是大大提高了发现 其中736种预测的新材料 已经被实验独立的合成和证实 那么利用 预测材料的大数据集啊 他训练出了准确 并且可以泛化 原子间潜在的模型 可以进行分子动力学的 这个模拟预测材料的性质 不需要针对 每种材料 在单独训练 这个是最神的 所以在利用原子间的 这些潜在的模型啊 就可以高通量的搜索 这些固态啊 它的离子导体 这些应用材料 所以这个 这是AA啊 大规模深度学习 产生了新的科学发现 这真是一个量变 引起质变的 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啊 前面说呢 220万种的晶体结构 它都是固体无机晶体啊 路上里面说了 它晶体 大家知道是一种 高度有序的固体结构啊 它是固定排列的原子 或者分子组成 是吧 这些新发现的晶体结构呢 它预测是稳定的 意味着呢 它不会分解 或者呢 成为其他线 或者更低能量的产物 其中38万种是最稳定的 所以这次发现啊 可以打开了新材料研发的大门 这是真正的打开了大门 那么在这个具体 这么干的过程中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 就是 Stanford啊 这个MIT啊 这个和这个 Demind合作达到的一个 叫AI Lab啊 就这么个实验室 那这个实验室呢 大家看中间是一个机械手 而这个机械手呢 他自己抓配方啊 自己找菜单 周边那些 呃 原材料 大家看到几十种上百种的原材料 他自动的 他能找到 来 然后自动的去合成 呃 我觉得呢 开始的时候啊 肯定是有标签啊 有固定的位置 然后呢 他应该是能有这种路径 呃 寻找的能力的这个机器人 他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个路径寻找能力的 所以呢 呃 他就是自主的设计实验 自主的去做实验 啊 就是这么一个 AI的化学实践的这个生产线 他彻底解放了这个科学家的劳动 让他们摆脱这些重复的工作 把更多的精力呢 放到创新上面 并且呢 也远离危险 是吧 来不来就炸了 来不就着了 来不来就血线招标了 哎 他就可以避免这个事 这个确实是 呃 非常的让我感到这个震惊的 也是啊 以前说有机合成 现在这个无机合成可以说啊 这里边呢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呃 那么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啊 他实际上是在逐渐的进步 一开始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合成的这个精度啊 并不是太高啊 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这个 呃 他会自动调整配方 说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大概精度能达到50%啊 甚至他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他的初始命中率呢 他的结构和成分框架的命中率 是6%和3% 但是经过六轮的主动学习之后呢 就稳步提高 呃 最后呢 就达到了80%和33% 这已经是远远高于人类的 科学家合成的这个标准了 这就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大家知道 AlphaGo出来之后呢 后来又有个AlphaGo的那个Master 那个那个新的升级版 就是他不依赖人的棋谱 他自己下棋 通过自己的这个生成的素材 就能学习 就能提高 那这次也是 就这个合成过程中啊 他实际上 他是在合成中自己在学习 自己在提高 所以这个Genome的模型 他的测试的误差 他是随着更多数据啊 他呈现这个功率定律的改善 这和他这个神经网络 搜方定律是相符的 并且进一步的就发现 他的工作呢 可以继续的推广 这和这个语言和视觉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材料科学中呢 他可以继续生成数据和发现稳定的经济 那这些经济呢 可以重复的使用 继续扩展他这个研究的模型 哎 他们就通过这个 在这个随机结构中的这个搜索啊 测试证明 他原来的这个泛化能力 所以呢 他逐渐就产生了这种 这种强大的预测能力的 这种通用能量的 预测模型也好 预测器也好 所以到最终呢 他达到了预测命中率精度 达到80% 哎 这个 这个就是 是人类科学家是望深莫及的 是吧 大家想想 可能在 一个是效率低 一个是很多的时候啊 大多数的新材料的研究实验 都是无疾而攻的 这个论文的结论啊 我们看一下啊 论文的结论里边说呢 我们展示了 规模化深度学习 用于材料的研究和发现啊 他的数量级扩大了 已知稳定晶体的数量 特别是genome的模型 相对于材料项目发现了 220万种与之稳定的晶体结构 其中38万个条目啊 位于更新的图包上 作为新发现的材料 就更稳定的 与以往的发现 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网络开发出了 分布外的泛化能力 例如genome使得即使在训练中忽略 也可以对具有五种以上的不同元素的结构 做出准确的预测 这是首批有效探索这种化学空间的策略之一 那我们通过实验和计算 更为精细的R2 scan功能 进行比较来验证发现 那genome模型呢 已经发现了相对以前工作稳定的 220万种晶体 并为材料科学家启用了前所未有的建模能力 构筑在这个数据集上的 机器学习分子间的势力 进行准确和可靠的分子动力学模拟 直接用于未见的材料 我们看到预训链的通用genome模型呢 用作各种应用强大的工具 以基本的方式加速材料的开发 这是这个论文的这个结论部分 我们再回到他这个实验室里边啊 这个实验室我是看的比较有意思 所以他确实是 怎么说呢 他能使用DFT工具 大家听到的结论里面 他能使用这个 他为了评估啊 他这个材料 他的这个神经网络 在渐进训练中的预测能力呢 他们反复检查了 就使用已建立的计算技术 就是密度泛含的这个DFT的这个性能 然后呢 用于理解这个原子结构 你看 他是既能做实验 也能分析 也能计算 也能验证 形成一个壁环 所以他这种主动学习 这种迭代过程啊 他就把材料的稳定性预测发现率 从50%提高到80% 哎 并且呢 就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 就这种效率啊 对于每种发现 他所需的计算量都有重大影响 所以呢 论文里边那个AI系统 他利用DFT来计算 评估候选结构的稳定性 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念的 LQQ那些理论研究论文啊 现在机器在瞬间就生成一篇 他不是生成论文了 他瞬间就把自己的这个材料就计算完了 所以啊 水论文的大家呀 赶紧水吧 再不水以后可能就没机会水论文了 很恐怖啊 这是啊 所以说无机的这个合成 那有机合成其实也在搞啊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 世界上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啊 这是国内做这个化学合成最厉害的单位 他们也搞这个相关的这个 AI的这个化学的实验线啊 在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呢 他们搞了一条 化学有机合成的 就类似这样的这么一个 机器人加AI的这么一个合成线 说呢 一个博士生五年时间才能获得的数据 在这只需要一个月就能完成 而且这是可以开多条线 而且呢 实验不会说到你个人的实验水平啊 心情好坏啊 什么数据偏好的影响 可以确保 这个实验数据的准确 那当然了 过去呢 比如说AI打游戏啊 这个下棋啊 这些东西呢 看起来还是类似于娱乐是吧 或者是智力游戏 现在呢 是AI驱动机器人 真正的用于最高价值的活动里面了 你说这个东西 他如果用来造汽车 织袜子是不是更好啊 那当然更好了 但是不知道的是吧 那些通用的机器人 就可以做好 只有这些 有创造性的 需要大量的可重复的 这个这种工作 他就需要高端人才来节省的 用他们来做 就能省下来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说最终 他会让这些博士吗 科学家失业吗 我觉得也未必啊 就 我就想起来这个纺织厂啊 我们制机厂 他这个迭代过程 其实很像的 不是现在这个摇屏的也好 烧炉子的也好 这些你说科学家也好 科研工作者也好 还有这个科研 民工也好 是吧 但是他在以前的衣服 都是缝纫机咋的 每个缝纫机都有一个 呃 女工 往往都是女工 熟练 就和你这个摇屏的熟练程度 是一样的 而这个技术 还不是你上手就能练出来的 也是经过多少年的练习 起码几年半年多 一年的练习 才能到一个很熟练的地步 后来呢 有了生产线 有了自动的这个缝纫技术 那现在呢 很多的啊 最简单的说 就羊毛沙织的这个 全部都是机器上了 那人干什么去了呢 人就解放了 你不能说他失业了 就不再需要这样的人了 这样的人呢 我们就向另外一个方向培养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呢 也减少了人的这种 重复的机械的劳动 会催生啊 更多的这个新的行业 包括在科学这块呢 就有新的创新 那这些智力水平比较高 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 他们可以在其他的领域 重新的再开始新的工作 是吧 那么可能顶尖的科学家 这个比较有创新能力的人 会提问题的人 会成为 AI的这个 你说助手也好啊 或者AI当他的助手之后 是吧 不光在化学合成 在材料 药物 生物 什么物理 这些领域呢 这些人啊 能够独立的 创新的 提出新想法的人 加上AI助手 他的研究会更加高效 准确 富有创造性 所以呢 起码到目前为止 在通用人工智能 诞生成熟之前 这个AI 终究还是工具 所以 真正的科学家智慧思维 目前看起来 还是人类所独有的 就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DFT 是吧 密度发行理论 我们也讲过LK99 咱们做个假设 如果让这个Genome 就 谷歌Demine的 这个人工智能工具 让他来计算 LK99这个结构 你猜他会得出什么结论 他得出的也就是思量 白话 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位 什么西南 西北大学 昆明理工 南方科大 包括这些做理论计算 他们写完的论文 大概率也是其中的某一样 他依然啊 不能说明这个复杂的合成 他的复杂的像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依据的就是DFT 依据的就是BCS理论 研究的超导 而如果出现了一种新的材料 是过去的理论 没法解释的 怎么办 AI他依然会抓下 这就是我想啊 如果啊 也许没说谷歌很快就会上一套 这个不是 会计算一下 这个这个没准人计算了 没公布是吧 我觉得计算出来以后 大概也不会超出人类 科学家计算的这个范围 但是呢 他可能更快 更准确 但是呢 他还是依据过去的框架 如果你有一种新的材料 跳脱了 他AI自己学习的这个内容的框架 我估计啊 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不行 但是对已有的 我们人类已有的这个技术 他学习完之后啊 包括这些理论 他肯定是能做到一个 超过人类啊 几十万倍的这么一个效率来 真的是几十万倍啊 这个几十万倍不是张嘴说的 差不多是几十万倍 所以谷歌迪曼的和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合作的这个论文啊 可以说是开创性的 这个比夏威奇要有更多的社会效率 比预测那个蛋白质结构啊 可能更接触更实际的东西 他已经踏实了 操踏实摸到了人类世界的边缘了 看到了吗 也许以后呢 西纪古怪的新药啊 就在机器手的摇皮中诞生了 那好的 这是关于谷歌的AI Tools Genome的一个简单介绍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